现代的车型最近表现非常活跃 除了新一代的伊兰特 图圣L和帕里斯蒂之外 日前现代又发布了全新一代的圣达 这台过去在国内非常受欢迎的SUV 也即将迎来全新的版本 新一代的圣达很有可能会在明年正式在国内开售 全新的圣达在造型方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它的前脸使用了目前现代的家族造型 看起来有点像图圣L和帕里斯蒂的合体 说实话 虽然造型比较有创意 可实在是算不上好看 车身的侧面和尾部的造型倒是非常的顺眼 尤其是尾灯的样式 简约又富有辨识度 需要点赞 全新圣达的内饰走的是圆润的风格 大量的弧形的线条 层次丰富 中控台造型比较对称 但颜值不如新一代伊兰特那么高 新车车内的配置倒是相当的不错 动力是全新一代圣达的一大亮点 老款圣达的动力将全部被取消 取而代之的是2.5自吸和2.5T的发动机 功率分别为193和281马力 扭矩247和422牛米 变速箱则是8AT和8DCT 另外还会有1.6T的混动版 功率228马力 扭矩264牛米 匹配6AT 并且带有四驱 近两年韩系车在国内混的确实不好 但这款新的圣达还算是比较有特色 如果你对这款车感兴趣 不妨去关注一下